《超級女生》 李宇春 我是最開始知道她 就是從超級女生開始 我覺得她突然間脫穎而出 她好像是一種 對於中國女性形象來說 是一個新鮮的空氣 唱歌成為我的夢想 是我念大學以後 有碰到我的老師 我覺得是她有幫我堅定 以及讓我發現說 我自己的夢想原來就是音樂 女中英本來就很少 我的同學都是女高一 所以在 教一些還課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發現有很多作品 我完成不了 於是我在整個大學一年級 都是處在懷疑自己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可能走錯的地方 可是我的聲樂老師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老師 他會跟我說 你的音色不是一種包袱 而是上帝給你的禮物 在創作的那個過程當中 就會有一些自己跟自己較勁 的這些過程 然後有很多自我否定的時刻 那個痛苦的過程是 是沒有人幫助你的 我覺得也許就是要經過那個過程 我覺得也許就是要經過那個過程 我的性格比較的內向 好像跟舞台上的我不太一樣 我覺得音樂讓我發現了很多不同的自己 我在看到我自己表演的時候 我自己會嚇一跳吧 因為可能平時生活當中 我覺得可能無法去完成一些那樣的表演 很多時候我覺得那是音樂賦予我的一種力量 開啟了我身上的無限可能 再次的音樂賦予我的一種計劃 你的時候我這會是一種的 TODCAD 策略 TODCAD M